熊山科學院請上來一下 熊山科學院在這次的這個熊山試射飛彈裡面呢 好像他是受益者耶 因為很多人覺得說這個熊山的飛彈呢 很好啊很棒啊 是展現我們的肌肉啊 給外面的人知道說我們有那個能力可以自治 可是為什麼發動的機制裡面出現這樣的困難 院長 你有學過人因工程嗎 我沒有學過人因工程 但是我了解 你是理工科系吧 一般的邏輯你都知道 我想要知道作動的機制為什麼是一連串的串連 而沒有是並連 也就是說隨便一個key 不管他是用案件式的或是有實質的一個發動的鑰匙 就可以馬上來發射 是不是原來設計有狀況 我認為法務部應該把這個熊山試射 這個發射的這個不管是發射事宜也好 要去查一下 包括查一下中山科學院不一定只有當證人 他們可能在原來設計的時候是不是有困擾 有困擾 為什麼 第一個 有人去開會 有人去喝茶 有人去尿尿 有人去打電話 哇 五個人都這樣子 如果你用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的機率的話 三十二分之一的機率就已經完成這個發射 萬一發射到了 碰到的人 不是我們自己的國人 不是菲律賓的外籍漁工 不是這個越南的外籍漁工 萬一那是中國的漁工怎麼辦 那不是表示我們已經真的要接戰狀態了嗎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去看一下 中山科學院在原始設計熊山的發動的作動機制裡面 是不是沒有做好所謂的防避 或者做好其他的人因工程來防止人為的錯誤 報告委員我們願意配合來做改進 但是所有的防衛措施都一定要有一個標準作為程序 否則的話這個東西當然 因為飛彈的發射 飛彈主要的任務是在反制敵人 所以發射是必然的動作 那整個的程序在作戰的需求 也要講究時效的情況之下 所有的程序是跟使用者來共同研發出來的 我都知道你要講的這個部分 這次不管說是軍紀換散 或者SOP沒有處理好了 SOP誰給的 是中山科學院給的嗎 不是這是我們兩邊一起來談出來的 那是不是有問題呢 我們現在看我們是可以有更精進的空間 當然有 但是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作戰作業程序 從雄鋒二行開始 民國八十年開始到現在二十五年了 大概有三個模式 院長二十五年小孩子都變成大人了 那個中年人都變成老人了 結果你還是用同樣的作動機制 我們是三個 我還是要你查一下 我相信所有學過理工的 邏輯思考的都知道 裡面絕對有問題 你怎麼可以用二十五年的 舊的模式來處理呢 不是有三型 二十五年有三個模式 我知道你講的部分 但是他的思考邏輯 如果是一模一樣的話 那我們現在還在用286的電腦 是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配合來提升 所以法務部 法務部的代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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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